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琪 吃飯的時候如果可以選配餐 白飯冬粉麵條 是不是不知道該選哪一個 特別現代人很容易澱粉吃太多嘛 所以慎選主食很重要啊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認真認識一下 各種乳骨類主食 從營養開始講 再慢慢進入到食品科學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首先開始前問你一個問題 以下哪一個升糖指數是最高的 A.糙米 B.義大利麵 C.白飯 D.冬粉 E.全麥麵包 全麥麵包? 怎麼可能是全麥麵包 它是麵包啊 因為有奶油吧 我的確原本的思路也跟你差不多 因為一般而言 加工越多的食品 它的GI值就會越多 因為它被磨碎重新製造過了嘛 但是澱粉類卻不是這樣 它其實蠻複雜的 比方義大利麵就超低 蛤?義大利麵超低 我都很意外 我也蠻意外的 因為它是白麵又加工過對不對 可是它很密 如果你用顯微鏡去看義大利麵的結構 你會發現它麵粉跟麵粉之間黏得很緊 因為它這麼的密集 導致人的腸胃其實很難消化它 所以義大利麵的GI值還是偏低的 那我們剛剛所有的選項裡面 GI值最高的其實是白飯 很好說白飯 我沒聽到 我剛剛就想說怎麼沒有白飯 白飯跟白麵包的GI值都很高 大概都有70以上 麵包分很多種啦 但只要你是那種白色的麵包 大概都差不多 而五穀飯、糙米、義大利麵、冬粉 GI值都偏低 一樣是55以下 五穀飯跟糙米飯很容易理解嘛 一樣是全食物營養比較多 消化就比較慢 但是義大利麵跟冬粉這種加工食物 因為結構密集的關係 其實一樣GI值是低的 但如果是一般的烏龍麵、白麵 GI值就很高囉 不過要注意的是 DGI不代表低熱量 主食裡面熱量最高的 通常是 雞絲麵跟鍋燒意麵 因為這兩個麵都是炸過的 它在煮的過程中就吸了很多油 熱量可以是白飯的3到4倍 另外冬粉感覺熱量很低 但其實要小心 你在麻辣鍋裡面煮的冬粉 熱量可以是水煮冬粉的2倍 因為冬粉會吸油 所以有時候主食本身的熱量 並沒有那麼重要 而是你跟什麼東西一起煮 如果煮在那種油油的湯裡面 熱量就會爆增 另外在看澱粉類熱量的時候 一定要看清楚單位 我們通常都是用100克的食物 有多少熱量去比較 如果你這樣看啊 冬粉熱量超高 比白飯還要多2倍 可是一碗白飯是160克 一份冬粉其實只有40克 所以如果你是在火鍋店點冬粉 你吃到的熱量會是白飯的一半 即使乍看之下同樣重量 冬粉的熱量是白飯的2倍 對比麵類也是一樣的 單位重量的冬粉 熱量看起來是烏龍麵的2倍 但是一份冬粉是40克 一份烏龍麵卻有250克 所以吃一份烏龍麵呢 熱量會是冬粉的2倍以上 所以說啦 要選擇健康的主食類 我覺得選擇圓形食物 全穀物還是最簡單的法則了 因為這樣的食物 會有比較多的營養成分 膳食纖維 礦物質跟蛋白質 而且他們的GI值多半也比較低 所以選擇糙米、五穀飯、地瓜、雜糧 蓮藕這一類的 都是營養師會推薦的好選擇 不過山藥跟馬鈴薯 這種比較白的根莖類 增益就比較大 因為他們的營養素通常比較少 但是澱粉含量卻很高 吃太多的話可能還是會胖 不過這跟你怎麼料理也有關係啦 比方馬鈴薯就很容易做成薯條、薯片 這種高熱量的食物 但你吃誰煮馬鈴薯 其實還算是蠻健康的 另外麵之類的加工食品 通常鈉含量都很高 因為加鹽可以讓麵筋縮起來 麵會比較有口感 所以如果呢 你要注意鈉攝取 記得不要吃麵 要吃五穀類、白飯類的會比較好 那到底是吃麵好還是吃麵好 中國近幾年有些研究認為 吃麵的人會比吃麵的人容易胖 這個數據其實台灣也有類似的 台灣每年吃麵的量逐漸減少 但是國民肥胖度卻不斷增加 可以顯示吃麵跟肥胖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當然不吃麵也不見得吃麵啦 可能都改吃雞排跟蒸奶了 你覺得吃麵比吃米容易胖有道理嗎 我覺得好像有道理是因為 它一次吃的量感覺會比較多 因為會 Bingo 感覺會跟什麼湯一起吃之類的 多數的學者認為 這個問題其實不在米跟麵本身 而是你怎麼吃 我們吃米飯的時候 多半會配很多蔬菜跟肉類 所以你整體營養攝取是很均衡的 但是吃麵當主食的時候 我想我就是一大碗麵 裡面幾乎沒有什麼配料 所以變成澱粉類占了大多數 麵包也是一樣 有時候攤方便 一個麵包底一餐 你根本沒有吃到其他的營養 如果是麵包作為配菜 多半配的也是西式主食 會有非常大份量的肉類 濃湯這類熱量比較高的東西 所以也會比較容易胖 如果我們單看麥跟米的營養 其實麥是比較營養均衡的 它有比較多的蛋白質 那礦物質維生素的話 是兩個各有優缺啦 但有學者認為吃麵包比吃米更健康 因為麵包的飽足感更長 本身的營養也比較均衡 會讓腸道菌更為活躍健康 但說穿了 都還是營養均衡 經常變換食物來源是最好的啦 各種全果物跟地瓜等圓形澱粉都吃 才會是營養師推薦的法則 但如果覺得五穀飯很難吃 就是想吃白飯跟白麵包 該怎麼辦 這時候可以認識一個東西叫 抗性澱粉 所謂抗性澱粉就是指很難消化的澱粉 它可以是天然的 比方綠豆沒有成熟的香蕉裡面 都有一些很難消化的澱粉 就是抗性澱粉 但也可以是做法不同生成的 比方澱粉煮熟之後 如果你冷藏放一段時間 澱粉會互相靠近 變成類似結晶的結構 這種結晶就跟剛剛的意大利麵一樣 它很密很難消化 所以GI值也低 本身熱量也低 相較於你吃新鮮的白飯 是比較健康的 而且抗性澱粉 不只是有減肥的效果 它對腸道菌也比較好 因為你沒有辦法消化這些東西 所以它其實算是膳食纖維 會在進入到大腸之後 變成益生菌的食物 有滋養腸道細胞 甚至降發炎的功效 所以一樣是吃一碗白飯 如果裡面抗性澱粉多 你就賺到了 熱量比較低 還比較健康 那如何提高抗性澱粉呢 重點就是要久放跟冷卻 把飯提前煮放涼 裡面的抗性澱粉就會增多 所以像是冷藏的壽司飯裡面 估計有大概20%的抗性澱粉 新鮮煮好的白飯就只有3%左右 但這跟烹飪方法還是有點關係的 如果煮太久 或者是磨碎了才去煮的話 通常抗性澱粉的生成就會比較少 不過這種抗性澱粉有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難吃 他其實說穿了就是澱粉老話啦 隔夜的麵包不都會比較乾嗎? 白飯在冰箱放久了 不都會變得硬硬的 口感沒那麼好 那個就是抗性澱粉 因為澱粉在冷卻結晶的過程中 會把水分排出去 口感就會變差 如果你把它重新拿去加熱 口感的確會變好 但抗性澱粉也會減少 不過有研究認為 加熱其實是沒關係的 因為提前24小時煮好的飯 裡面的抗性澱粉 還是遠高於新鮮煮的白飯 甚至有研究認為 如果你用微波爐去微波米飯的話 抗性澱粉還會增加 這其實也很合理嘛 微波過的飯不都有點乾乾硬硬的 比較難吃 抗性澱粉就比較多 不過要注意 這不代表你可以無限制的一直吃白飯 只是吃一樣量的白飯 吃事前煮好的 會比吃新鮮的來的健康熱量少 那麼哪些食物有比較多的抗性澱粉呢? 這邊我們就要進入食品科學的部分了 直煉澱粉跟 脂煉澱粉 澱粉大致上可以分成這兩種 它不只影響抗性澱粉的生成 也影響口感 所以了解它們的比例 你就知道烹飪該用哪一種粉了 脂煉澱粉就是形狀直直的 比較容易排排站好 容易結晶 所以比較容易生成抗性澱粉 至於脂煉澱粉呢 則像樹一樣有很多分叉 所以不容易集中在一起 口感就會比較容易QQ的 所以直煉澱粉多的食物 像是糯米、地瓜球 多半就有一個QQ軟軟的口感 而直煉澱粉多的食物 像是綠豆涼粉 就會比較容易脆脆的 以五谷類來說 台灣大致把米分成三種 鮮米、羹米、糯米 鮮米是形狀最長 糯米則是形狀最圓 而通常形狀越長的米 直煉澱粉就會越多 比方泰國香米、再來米都屬於鮮米 台灣人不太喜歡這種米的口感 所以比較少直接吃 通常都是磨成粉之後 做成各種不同的食物 比方蘿蔔糕、蛙粿、米苔木這類的 蛙粿就這個吃可能感覺不到硬 可是像我很喜歡吃客家水版 就是沒有料的蛙粿啊 通常是冷著吃的 你就可以吃到它是一種Q中帶著爽脆的口感 那個感覺跟軟軟的麻糬就很不一樣 另外很多國家其實是喜歡吃這種長長的鮮米的 因為它們比較不黏 它們會加一些脆脆的東西進去 變得油油香香的 整碗飯很有口感 反而會覺得我們台灣人吃的那種QQ的米 很軟爛很噁心 那台灣人最常吃的米是羹米 也就是我們一般常吃的壽司米、蓬萊米 都是這個種類 而糯米則是最多汁鏈澱粉 圓圓的比較有彈性 可以做成米糕跟麻糬 不過有沒有聽過一個說法 糯米的升糖指數高 但是很難消化 這是什麼邏輯 怎麼有一種 覺得很衝突對不對 可是這是真的 這跟澱粉的種類也很有關係 人類消化澱粉是靠澱粉煤 但它只能夠切掉澱粉直煉的地方 分岔的地方是沒辦法消化的 那糯米呢 因為直煉澱粉很多 所以表面積比較大 它有很多直的地方可以切 所以消化速度會很快 可是切到最後剩下那個分岔的地方 它就切不下去了 所以升糖指數高 消化快 但又消化不完全 吃到後來就容易胃痛 那一般的米 直煉澱粉比較多 消化煤沒有那麼多表面積可以作用 升糖指數反而是低的 所以糯米真的是一個 不太健康的東西啊 升糖指數又高 又很難消化完全 不管是糖尿病患者 還是腸胃不好的人 都要小心不要吃太多 不過其實大部分的植物都是 直煉澱粉比較多 通常有70%以上 直煉澱粉少少的 不到30% 直煉澱粉特別多的食物 比方綠豆跟豌豆 大概都有60%以上是直煉澱粉 所以用綠豆做成的涼粉 是不是特別爽脆 就是因為他們直煉澱粉多 另外直煉澱粉很容易吸水 所以很適合拿來勾芡增愁 比方馬鈴薯跟玉米 直煉澱粉大概有25% 小麥也有21%以上 都算是很高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勾芡用的太白粉 多半是用馬鈴薯做的 而玉米粉跟麵粉 也是西式料裡面常用的增稠劑 可以用來做白醬 另外直煉澱粉是可以結晶的 你如果看顯微鏡 他們可以結合得非常的密 所以口感就會很脆 這就是為什麼麵包的表皮 可以脆脆的 也可以做出脆脆的餅乾 如果你用直煉澱粉多的糯米粉去做 是比較難做出這種脆脆的口感的 馬鈴薯煮過之後再去烤 也可以產生一個脆脆的皮 就是因為直煉澱粉 相較之下 米粉、樹薯粉、地瓜粉裡面的直煉澱粉就少啦 通常都在19%以下 大部分都是直煉澱粉 所以他們的口感比較Q 比方珍珠就是樹薯粉做的 地瓜球就QQ的嘛 還有肉圓也是有放地瓜粉 另外我覺得很明顯的就是發糕跟馬芬嘛 發糕是米粉做的 馬芬是麵粉做的 發糕的口感就明顯比馬芬Q有沒有 相較之下 muffin就比較鬆 一咬就短 好讓我們今天說結論的地方了 今天其實就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你還是吃全穀物是最健康的啦 可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吃白飯 你可以把白飯提前煮好 就會有抗性澱粉 熱量比較低 也可以滋養你的腸道益生菌 但是如果你是糖尿病患者 要比較注重GI值 這個時候就要選GID的食物 而且不見得是沒加工的食物 那很久沒做食品科學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有點無聊 不會啊我覺得蠻有趣的 怎麼說你覺得什麼東西最實用 吃隔夜飯很健康啊 這吃隔夜飯比較健康 不是吃隔夜飯很健康 這個不太一樣 好啦喜歡這影片 麻煩訂閱我們的頻道 幫我們按讚分享跟我們點鼓勵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